美女被困大學城,臭田犬沒命呀! 今日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,自從反日暴動之後, 重災區之一的細安,大批武警都不敢怠慢。 我們昨天去了當地的南郊大學城,發現已經被勒令封城了。 門外還貼了禁止遊行示威的通告,保安明顯加強, 只是學生可以進去。 當地重災區中樓飯店,門外已經駕起鐵欄, 周圍都有武警留守,是當地做事的民眾說, 是六四以來最嚴謹的戒備。 除此示威,大家的另一個焦點就是日資創的反應。 戒能廣東省的部分生產線,昨日和今日都停工。 二萬二千個員工會暫時放有身價, 而從客三間去中國的企業,至少都停到今日。 大趙Sir開工的深圳日資廠,昨日少了兩至三成人上班, 因為有些人覺得,錢要賺,遊行都要照去。 有些日期,索性照會駐華的日籍員工, 以免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。 不過上海有隻秋田犬,前日就被暴徒入屋打死。 主人哭著說,他食中國兩大,未去過日本。 黨部人民日報揚言,如果日本一意孤行, 中國會向日本經濟開槍。 溫州就有大批人,怕真是打氣仗上來, 搶定嫌,連超市都沒有而買了。 美國國防部長柏奈塔,昨日訪逸當時重申, 呼籲中日雙方,透過外交途徑, 有建設性地解決糾紛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